今天的題目很特別 今年它叫做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 在題目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說它總共有四個舉例 從左上角的廢棄的魚缸到右上角的落選的客展作品 到左下角的被拒絕的紀念符 還有右下角的一連串失敗記錄的照片 然後它下面的說明說如果邀你醒示自己的過往 參加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 你準備放入一項什麼樣的展品 在外觀上它有何特別之處 在情感上它對你的意義又是什麼 寫出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首先我大概整理了幾個重點 關於這個題目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一直以來跟你們講過寫作文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舉例別碰 舉例別碰 上面有四個東西 這些東西盡量都別碰 除非說你是相關思考 比如說養那個魚缸嘛 左上角它講魚缸 所謂的相關思考就是說 你從魚缸發展出去 變成說你養的比如說是天竺鼠 一樣的是什麼樣的寵物 那個相關性的思考可以 但是如果一樣是魚缸 不要寫 這樣很危險 然後右上角那個什麼科展作品 其實也可以啦 你要寫科展其實也不是不行 但是今天內容那也不會跟他一樣 其實最好是連科展都別碰 那左下角它比較接近的是跟吵架 那個什麼有關 那個跟人跟人之間的衝突啦 好 那這個主題題材的部分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以在什麼樣的部分去做一個調整 好 盡量如果你在當場在考試的時候 我的建議都是如此 因為當場在考試 你可能沒有辦法先預設到 想到寫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那如果真的想不到 就建議你從上面的舉例去做聯想跟發揮 這個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到了第二點 題目叫做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 這個未成功喔 蠻有趣的 他不是告訴你叫做失敗的物品展覽會 而是告訴你叫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 所以我覺得我們得到了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未成功跟失敗到底是不是畫上等號的 當然不是 未成功是現在還沒成功 未來會不會成功 不知道 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我現在能不能成功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你要先能夠搞清楚 所以如果你是要有預設到 所謂的未成功的立場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把這個東西 成功投射在未來上 而不是在寫一連串的 都是失敗失敗失敗 好不是負面情緒那個Simon裡面的文章不是 而是可能可以把希望投射在未來 好這個是可以寫的一個方向 第三個其實你要懂得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說明裡面有一個提示 有幾個提示你要抓住重點 比如說什麼 他在說明的第二行有寫到外觀上 還有情感上 還有最下面的意義 這三個重點你一定要先抓到 外觀上當然就是我以前跟你們談過 就是畫面感的部分 你能不能夠針對你要描寫那個物品 因為他畢竟是未成功的物品 給個物品給個具體的東西 那個是非常重要 你能不能從那個物品上面去做更細緻的描繪 甚至是延伸出去做描繪 畫面感非常非常重要 這就考驗了你的支持的使用性 甚至有一些羞恥的能力 這還蠻重要的 然後他的 還有後面還有講到一個叫特別之處 如果都跟大家一樣 那你什麼其實也什麼都不用寫了 如果都跟一樣 跟大家都一樣的話 那其實你寫出來要幹嘛呢 那你要去想到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講的是特別的地方 不是告訴你說特別好或特別差 總而言之就是特別的 跟別人不一樣 沒有好壞的問題吧 那再來看到就是情感 物品本身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重點是在什麼地方 重點是在情感上 他到底賦予了 你到底賦予什麼情感在這個物品上面 這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東西 再來最後一個意義 這個物品對你的意義又是何在 可能象徵是你一次失敗的紀錄 但是也可能是標記著你下一次成功之前的警惕 你要賦予什麼意義給他 你要去思考 那第四個就是你生活圈當中 因為我以前都提過你的生活圈 大部分就是比較狹隘一點 為什麼說比較狹隘呢 就是師長啦 家人啦 同學啦 大概就是三大類而已 你要很難找到第四個圈圈 不是不行 而是比較難 比如說有些人會去參加教會 那教會的那個圈圈其實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你拓展生活圈的一個部分 所以有些人會去參加一些 校外的一些社團活動 比如說音樂的啦 或是一些美術之類的東西 那你這個也可以等於是你另外一個生活圈 所以那個題材齁 我給你兩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叫以小見大 什麼叫以小見大 把那個物品齁 越不起眼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把它寫得越細 甚至可以把它賦予更多更多的情感 更多更多的意義 那是最好 那可以形成一個反差啦 小小一個東西 卻蘊含了極大的情感 那是一種反差 那第二個就是避免重疊 避免重疊 我大概也跟你講過 跟很多同學都講過 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下你的題目 你的題材到底會不會跟人家重複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會重複就算了 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如果經驗不足 或是說你的寫作的豐富度不足啦 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去知道說其他人會寫什麼 那既然不知道那就算了吧 那你就拿你比較擅長的東西去寫 這樣會比較好 那最後一個我就提醒你一下 之前我有做一個就是如何拿到四幾分的作文的影片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當然會把連結放上去 然後我會放一篇有關我自己寫的範文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但是這個範文就沒有寫到非常非常棒 我也不敢說我自己一定拿到滿分 但是你可以去參考一下大致上方向怎麼做 因為我是站在你們的身份立場角度去寫的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去參考一下